血栓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 就是会到处游走形成栓塞 把我们的血管堵上 尤其是发生在心脑血管的时候 更是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那血栓呢 它也不是说短时间内就会引起血管堵塞的 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在早期往往就有征兆 出现这五个表现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第一个是脸色 脸色发紫 发暗的人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智也是紫暗的 这个症状往往出现的比较早期 第二个是手脚总是无缘无故的发麻 一般是单侧的手或者是脚 有的人还会有嘴唇的发麻 还有就是容易头晕 总是一阵阵的头晕 有时候呢 是突然眼前一黑 但是很快就缓解过来了 这个症状呢 因为缓解的比较快 有时候呢 常常被忽略 第四个是手脚乏力 好好的突然觉得手脚没劲了 严重的人呢 突然就迈不开步子了 或者是路都走不稳了 最后一个呢 是发现自己呢 突然舌头发硬 说话不清楚 吃饭喝水会漏了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多半是已经发生了脑血管的梗塞 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啊 你就要注意了啊 尤其是最后两个啊 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查明原因 那有的人说了啊 我去医院检查了 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那该怎么预防一下 这就是中医的强项了 在中医看来 血栓其实就是淤血啊 是血液中的垃圾过多了 把血管呢 给堵上了 那刚开始有垃圾的时候 我们及时的去清理 是不是就不会产生堵塞了 啊 比如说刚刚发现自己脸色发暗的时候啊 这就是体内有淤血的一个表现 这时候啊 淤堵程度不重 我们就可以通过活血化淤 把淤血呢 给清理掉 防止进一步加重 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活血化淤的药物 比如说单身 三期啊 来泡水 活血化淤 或者是参考一个 中程药叫血腹竹鱼丸 来清理体内的淤血 当然了啊 这呢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方便大家来理解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具体用药 最好是让专业医生 根据你的情况来辨证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